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火神山医院的药房 那么昨天咱们的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给人民军队以后 我们的军队医务工作者正在进行紧张的忙碌上 那么我们今天也有幸邀请到了火神山医院药房的负责人 姬波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药房的目前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药房已经具备了救治肺炎患者的所有的药品 包括抗感染的药、抗病毒的药 以及我们的生物制品 还有我们的急救药品 所以我们正在把各个药柜分到各个人去管理 这样我们的药品才能够分管到人 然后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这些药品是已经准备了一些 我们看胃肠道的一些药品 因为我们肺炎的患者很多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边都是我们的冷链箱 这边药品都是非常多 准备的非常好 人血白蛋白 以及我们的这些胰岛素这些都在这里 所以的话包括干扰素 所以我们的患者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救治 我们有信心 让药品供应方面满足我们所有患者的需求 后面是我们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营养制剂 我们看到有肠内营养乳剂 还有包括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的板蓝针颗粒 金莲花软胶囊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药品是随时可以补充 然后这些药品的话也随时能够开箱使用 我们晚上都24小时有人值班 所以大家可以尽可放心 现在我们来到了火神山医院的检验科 那检验科在这次疫情防控之中呢 也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病人在确诊 包括出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数 就是核酸检测 这里就是生产器的作用 那么我们赶紧联系到了火神山医院检验科的主任 夏新一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里的准备情况 火神山医院检验科工作呢 已经基本准备就绪 为临床设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做好充分准备 那么也为临床的诊治 包括到最后出院标准当中呢 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检测 也连续两次检测阴性才能够达到诊断标准出院 那么呢我们也有信心的为这场疫情防控主机站的 提供检验方面的支撑 这里是一个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 完全到生物安全防护要求设置的一个负压实验室 我在这里从事的是一个血肠规检测的项目 血肠规也是我们新冠病毒肺炎 这个患者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检测项目 那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全部装机调试完成 目前呢我在进行计划 进行一个这个指控和一个前期的运行准备 然后预计很快就可以投入到正常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